港股开局连跌两天 上个月底期结战后的升幅都蒸发得七七八八 除了科技股、金融股之外 今天就轮到本地地产股、收租股都有份拖累的事 莫能和花旗暢探楼市有关 花旗这份报告开宗明义就说对于今年楼市 是维持一个比较红、比较淡的看法 它有cover到几只地产、收租和REITS的股份 都降低了目标价 有些降低一成 有些降低超过六成 但是除了降低目标价之外 同时降低了评级的就是港铁、九仓和新世界 这三个都降到下去叫人沽售 先说一下港铁 港铁今天的价都跌了4% 本来圣诞新年的时候 假期看到人流都往回一些 出去搭地铁都开始很迫的 但是对于股价就不是很实际的帮助 花旗就看探它本身是买入的评级 一降降到下去沽售 然后目标价托了四成 就说是因为接连的一个流标 反映了发展商对于前景的担忧 港铁很多项目都是招标 担心最终被发展商的入场费要大减 甚至可能要去到不收入场费 才能吸引人去招标地产发展项目 所以是不是就算车费多回人搭 可以收回10元8元的车费也好 但是楼市那边的减入场费 分不分倒红又不知道呢 那边的地产项目的前景担忧才是 港铁现在吸引力不够的地方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如果本身是没有入场费的 变相在地产方面的收入会少了 再加上就是现在零售市都不好 可能租金收入都没有之前增长得那么好 甚至可能要减租 这些其实都是港铁方面面临的问题 但是有这样说 我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看着这堆公司 我们再去很盲目地看淡 有时候也没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一大堆楼市的问题 包括楼标啊 楼市不好啊 二手楼价跌啊 很多这些的 excuse 但是其实很多都反映在一个价身上 如果不是你的港铁 譬如之前最高位 五十多元的 其实你为什么都跌了一半下来的 那当然你说 那仍然都一倍pb甚至以上啊 但是都这么说 其实都在派四厘棋式的 所以你说再落得多的空间 是不是很多呢 又不是 所以变相就是我会觉得 很多这些这样的坏消息 已经pricing了它的价格里面 那不是说叫大家立即买 但是去到这些位置 你说再因为这些这样的因素 再去看淡 又变相好像没什么意思 那现在的市场上面很多都充施住 就是对于楼市方面说 看淡的那些因素 那我自己去认为呢 就开始都是 那现在我们加息周期就都很肯定是完了 那什么时候减息不知道 但是市场上面预期 今年就说点阵图减六次了 但是当然这个是过分乐观 那可能可以减减一次两次 甚至不减减也好 但是起码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 就是高息周期加到完 准备减减 只不知何时减减 所以你说最坏的时间 是不是已经过了呢 或者是大家预期 会再继续加息的预期 已经没了 所以变相其实那个情绪 就已经是没有之前那么悲观的 所以我会想就是 这个位置再去硬硬就说 楼市会再很大程度的跌下去 就未必说太现实 那我们就只能够见步行步 就不要说看得太过悲观 好 那这个位置是否真的不够吸引呢 因为如果当它公用股那样看的话 港铁现在这个价呢 只是30元都不到 但是其实这个息率只有5厘而已 嗯 我想其实对港铁来说 就5厘这些位置 开始有少少吸引力了 那我会觉得 当然跌多一点更好 也都没得就这样 拿港铁和其他地产发展商去比 因为港铁自己本身 刚才我们说了 它又有很多的那些铁路的收入 那现在叫做正常化 没有了疫情了 所以其实这条数应该就会英俊一点 那成本会低一点 那再算一下 然后另外一方面租金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其实你现在在价格方面 已经反映了不少了 所以如果你说升的 当然不是说太多税位 又或者没什么动力的 那因为你不会见到有新的 catalyst去刺激过公司业绩 会有的上升 但是你说会不会跌很多呢 有在美币 有在美币